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承认一下我这么夸张的眼妆 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日陶购物的开箱 这所有东西呢都是在ZenMarket的网站上面下单 并且购买的 那么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就是在网上自己去买日本的东西 在遥远的北美中 我们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除了就是找那种私人的代购 就你们知道那些手机里面微信上面代购之外 就没有别的方法 我得知这个网站呢也是因为他们给我发了邀请 就是说想给我一些购物券 让我去试试他们家 在这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下单自己买的 而且我自己往我的账户里面也充了很多钱 所以算是我自己的一次购买 但是他们也有sponsor我一点点购物礼金 涨草已久的东西 这次就终于买了 所以我超级超级期待 很之前很担心就是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打税 关税非常严的国家 像以前订的东西就经常被打税 在Market他们最后下单的时候 就会跳出来一个窗 要不要填 填少一点关税 然后说要 说过来就没有收到关税 好我们就来讲了那么多 我们就来看看我这次都订了什么东西吧 我们就来打开这个箱子 我会把这个网站的link放在下面 还有就是详细的订的这个流程放在下面 比我在加拿大真的去找资人代购要买 来的划算一丢丢 所以说也是为什么我说 我想试一试他们这个网站 可以寄来加拿大 这也算是对我一些加拿大的小伙伴 你们在看我视频的加拿大小伙伴 哈喽大家好 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吧 真在拆自己网购了快递的时候的力气 是不容小气的 好吗 热事情都没有我拆快递更加重要 我已经看到我订东西了 耶 你们看 打开是这样子的 它包得很好 它整个这些bubble 然后它每样东西都有用这种小的bubble 给wrap起来 你们看到吗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你们都看到 这个是它的绳水化妆棉 我好激动啊 这次买到日本全是日文的东西 我是不是好土啊 因为我之前买到什么日本的东西 上面都会贴中文的label 或者是之前在买货上面买的 就都是有中文的label 但这次上面就全都是日文 我觉得啊 我真的是好土 不好意思你们容忍一下我 特别便宜 大家就两刀左右这么一盒 然后接下来里面就是这样子 这个 这个小小的 这是我订的一个梅笔 这个是VCE这个牌子的 我之前买VCE牌子的东西都是在买货上面买的 我估计 我估计在北美的大家都对那个网站不是很陌生 Soft Slim Eyebrow Pencil 我想试一试它是一个细头的眼 眼眼眉笔 你们看 它可以画出非常subtle 非常细的这种线 我还蛮喜欢这种细头的 我之前买了那只Sephora的眉笔 跟大家update一下 Sephora那只眉笔我已经用完啦 然后当时用完直接在国内就已经扔掉了 就没有办法跟你们汇报 那个眉笔还蛮好用的 但这个更便宜啊 细头的就比较欧美风一点 就是用这种细细的这种笔头来勾勒出眉毛的 我接下来试试看 这是我给我男朋友订的一个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可便宜了 好像就那么三五刀那样子的价格 可便宜啊 当时就是我在想我订这么多东西 到他看了肯定不高兴 给他订一个 然后就随便给他买了个洗面奶 就这个 不知道会不会好用 如果好用的话跟我说 然后我到时候再跟你们讲 你们也可以买给你们的男朋友 Facial Wash 然后上面写的 肌男 就是男生的皮肤吧 不是 是我一多懂的字 其他都是日文 反正我都不懂 随便订的 如果你们知道是什么 可以告诉我这个好不好用 到了今天晚上就给他用一用 看看他好不好用 这是什么 哦 这是我订的 因为我看念日文 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懂 但只要上面写的 No.1 第一名什么的 我就很想订 这是什么 M.O.T.E. 你看是不是写的 第一名 管他呢 只要是第一名 我觉得应该都会好用 我就买了 然后这个牌子 好像他家的睫毛膏 也非常好用 想说先订一个 他们的眼线笔 来试一试 所以就是订了一个 这个 这个 是一个黑色的眼线笔 你们看到吗 在里面 长这样子 我不是很舍得打开 我先不打开了 你们别怪我 但是就是告诉你们 我买了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样子 他所有的东西 你看 这样包的好好的 然后都排的 整整齐齐的 一个化妆棉 这个也可便宜了 是这样子的 你看 就是这种软软的化妆棉 我现在基本上 所有的化妆棉 都是什么韩国日本的 我觉得他们的化妆棉 真的比北美的化妆棉 做的好用 而且还便宜 这么一大盒再两刀 我们在这边 分分钟买一盒 哪怕是Siseido的化妆棉 十多刀 我觉得好贵哦 所以我觉得以后 还是会继续买这些 韩国日本的 多用一用 看看哪些最好 然后接下来 我已经看到了 比较激动的东西了 你们猜是什么 上面写了吗 加拿大是有 这个牌子的专柜 CPV的专柜 但是因为加拿大 我们这边省税是13% 就是本身这个乳呢 应该是180刀 然后再加上13的省税 就是200多刀 我觉得好贵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舍得买 然后正好在这个 日桃碗的上面算起来 就好像才100刀出头吧 你看 看到这个颜色 平复一下 平复一下 不要太激动 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买Codepal的东西 CDP这个牌子 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日乳 好看 这样子 它的名字叫做 我倒会打到下面 这个是Protective Fortifying Emulsion 是一个日乳 PF25 所以是妆前的一个乳液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要到10月了 马上就要进入非常冷的时候了 所以我想说正好 早上我就用一个稍微更加温和 冬天的时候来用这个 当我早上的妆前的乳液的 这是我订的一个日乳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个呢 也是CDP他们家的 是这个金色的盒子 他们的盒子都一样 我订了一个卸妆乳 有一个白色的布袋包着它 然后它里面是一个粉色的管子 这样子的 包装 底下就是这样子 它应该是可以这样平着 放在就是洗手台上面的 这个就是我订的一个 Cleansing Cream 是一个卸妆乳 之前我做功课 然后说这个很温和 适合干皮 卸掉脸上彩妆的一个卸妆乳 而且它的单价 作为就是CDP来说 我觉得好像不是很贵 大概就60多刀 这么一只 所以就还好 我就订了它 接着看下去 然后接下来这个 也是我订的CDP的东西 你们看 这个盒子 你们猜是什么 我估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 是的 这个就是它的告光 我真的不敢打开 我想要买它太久太久了 我觉得至少有个 两三年的时间了 就一直都是看着它 每次经过就是 Hot Renf 购物的帽子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一看摸一摸 但都不是很舍得买 这一块在加拿大卖是 115加币 加的顺应该是130左右 11号 希望是我订的4号 我订的时候反正都是日文 就是看图片订的 我希望我不要订错 而它不是还有就是盒子 跟它的粉心 拆开来卖嘛 千万不要打开 就只是一块粉心 那样子我会心碎的 这样子 然后它打开来呢 是这样子 等一下 我好怕我订错了 我先要偷偷看一眼 就是我订的这个 我终于买到你了 你们看 我终于买到你 它的光泽感真的超级美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它里面这些 Sparkle小小的闪片 它有一种淡淡的香 就是一种超级贵化妆品的香味 上去是有 它不是平的 它是有棱角的 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 我们看到了 其实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发紫 或者发蓝 我以为它会很紫很蓝 可是它擦出来 我觉得 就是一个比较发白的一个高光色 去哪了 我先来擦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它这个自带的小刷子 你看 就可以上到粉 我来刷一下 你们看到吗 能看出来吗 看到吗 你觉得好看吗 能不能看到啊 好像能看到 一点点光泽 真的很漂亮 就是混合着我的腮红 我觉得真的蛮美的 好漂亮 终于买到这个东西了 就是所有热爱美妆的女生 都会想买的一个东西吧 反正我之前也不怎么买到 然后的盒子就超级漂亮 先把它放在这 我不管 现在我就要放在这里 告诉大家 我有这块高光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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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像个傻子一样 我觉得我现在录视频 越来越没有下线了 救命 好 好 OK OK 我觉得像买这种东西 已经跟就是性价比 什么值不值的 我觉得没有关系了 而是你买了它之后 它能给你带来 心里那种快乐和开心的感觉 是就是别的牌子 没有办法能够带来的 所以 哎呀 我不要说那么多了 反正我买了它 开心 好了 你现在以后就要跟着我了 做我的宝宝 好吗 My baby 好好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箱子里面还剩了东西 这个是这个很有名的牌子 你们看到了吗 怎么念呢 叫做 Cu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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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日本的无刺激对敏感肌非常好的药妆的一个牌子 makeup cleansing gel 是一个卸妆乳卸妆胶吧 然后它是专门对干燥敏感肌的 因为我是超级干皮 而且我现在是处于非常干燥的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适合我 东西也是我看了很多购物的日本日桃号里面 大家都会买的一个牌子 拿掌 这个样子 好大一只啊 好大一只 我好喜欢它的包装哦 是有一种磨上去滑滑的磨纱面的包装 超期待 而且它后面还有画一个这个小圆圈 你看到吗 这写约2cm 就知道你要你用的这个用量吧 送一送 好吧 我就来继续试一试 如果好用的话 我就再跟你们分享 好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小包包的东西 我之前看Emma的视频种的草 我不知道它买的是不是同一个牌子 我记得也是它的一个日本什么购物号里面 一个黏头发的东西 我记得它好像是在Amazon上买的吧 就是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跟它买的是不是同一个牌子 然后这个就是据说 如果你头发当你扎起来的时候 我经常我头发是自然卷 所以我经常扎起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那些小毛毛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能够帮你把那些小毛毛给 就是弄抚平这样 你们看到我的高光吗 好像有点明显对吧 能看得出来对吧 还沉浸在那块高光的喜悦当中 我会有说可以用在刘海上 可以用在这个头发扎马尾 后面露出来这些小毛毛 可以用在头顶的这些小毛毛 对 因为我今天试这个长发 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给你们用着试试 等我到时候扎了马尾的时候试试 然后再给你们汇报去玩也好不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我订的时候 我看它有不同的型号 但全都是日文我也搞不懂 但是我依稀记得这个包装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包装 这上面又写的是第一位 第一位嘛 所以我就要买了 高丝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非常柔软度 对脸非常贴合的 一个高保湿的面膜 好 我终于会翻译它了 正好 我之前跟大家说 我有买一堆就是韩国面膜 想要做一个面膜合集的一个分享 后来我数了一数 一共有26款面膜 那我今天我估计把这个家里面 就有27款面膜了 我先跟大家做一个update 就是我那个面膜计划 上次视频里面跟大家讲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就拿个小本本 把它们很详细的使用感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脸的那个感受 小本本都记录下来 就想给大家做一个认真的一个测评 所以说就跟大家汇报一下 那个东西我并没有忘记哦 因为面膜的数量很多 我又不能天天都那样敷 这样我觉得对皮肤也有负担 所以说我就基本上两三天 就敷一款新的 花的时间也会长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我 然后所以加上这一款 这是唯一的一款 日本的面膜 哦不对 这是唯二的一款 不对 这是不知道 它就是27款了 所以我应该最快 10月初 10月中的时候 会跟大家分享 做那个面膜的合集 希望大家期待哟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长什么样吧 四片 是这样子的 哇 它有一片好厚啊 我觉得里面应该就有很多精华液 好厚 真的很期待这个面膜 我倒要服服看 那么这是我第一次 真的日陶自己在日本的网站 上面买东西 下一次比如说我很喜欢这里 比如说我订的 Cada Polo东西 尤其我真的还会 继续在他们网站上面订 因为我觉得就比较清楚能看到 就你能看到你订了什么 什么时候到货 然后至少你会知道 我这次应该不会被打关税 比较清晰一点 就比找代购 知道你真的是花多少钱 更加就是透明一点吧 好啦 这个就是这次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谢谢你们收看这个视频 是晚上9点多了 好 那我一会就要冲凉洗澡睡觉啦 那就愿大家对我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